中国出台境外人员支付解决方案 近年来,海外华人回国都有一个感触 国内民众普遍使用移动支付,现金基本不用 而海外国家仍然习惯使用银行卡和现金等支付方式 存在不适应的情况 这个解决方案概括来讲,就是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 一是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 支付机构加快推动重点商户开通外卡受理 这就是大额刷卡,二是指导支付宝,财富通,中国银联等 推出外卡内榜,满足境外来华人员的移动支付需求 这是小额扫码,三是改善线钞使用环境 提升支持外卡曲线的ATM覆盖率 这是最后的现金兜底 早在今年7月,微信官方已发布消息称 微信支付对国际银行卡用户的服务进行全面升级 从7月20日起,境外用户使用微信支付 绑定外卡后,可在中国境内包括餐饮,交通,酒旅,商超等领域的绝大部分商户使用移动支付 支付宝也表示,已经完成了对境外用户在中国使用移动支付的支持 在支付宝上绑定境外银行卡后,就能在全国使用 不论是去线下电消费,还是打车坐地铁,全部都能在手机上完成 今年10月,来华人市可用境外手机号注册并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 通过Visa,万事达的境外银行卡为钱包充值 再进行支付,后续钱包中如有余额,可存回之境外卡 同时,还可以通过部分境外钱包直接扫描中国内地的支付宝 银联的二维码,实现支付消费,中国银联面向境外银行 支付企业推出了创新二维码支付解决方案 通过支持境外钱包绑定银联卡,或在APP内发行银联虚拟卡 从而实现在银联全球网络使用 目前境外已落地了上百个此类可扫银联二维码支付的钱包 境外游客可直接使用本地熟悉的钱包支付 无需另行开户或下载境内APP,实现了支付体验,无缝衔接